出席下午 睽違77天 台北市立动物园终于开放 一早涌现排队人潮 上午9点时间一到 小朋友都迫不及待赶紧入园 高久离牙膏差几 鳄鱼 期待很久了 对 爸爸没看 8月1号开放入园 全都采取预约制 分上下五场各1800人 每小时容留人数上期了600人 但第一天就全部预约额满 预约还好 还好不难抢 对 大家都很期待 可以在动物园开园之后 可以再来这边走一走 一开放就赶紧约 提前一个礼拜 企鹅好不好 企鹅没有看 企鹅没有看 没办法看到企鹅 难掩失落情绪 因疫情不止融流人数限制 像是大猫熊 穿山甲企鹅等室内场馆 暂时不开放 也就是说当病毒量过高的时候 不是只有人会受感染 是一些特定类群的动物 跟我们演化关系比较近 所以它也会容易得到 COVID-19的病毒 不过小朋友还是怕没地方放风 北市8月1号开放入园的 还有儿童兴乐园 月圆上线一天1600人 部分场馆不开放 天文馆上下五场上线150人 设立图书馆坐月区和人流市降载20%到25 就连猫空缆车也在8月1号重启 车厢限载人数从8人降到4人 动员南门关闭 随着疫情虚缓 闷坏的孩子终于可以出来走走 记者张正明曹家人台北报导